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天這些警察在上水廣場一帶展開了遺暴 而在商場裡亦有濫暴的情況出現 其中有兩段傳媒所拍攝的片段顯示出 那群蒙面警察在商場裡擺明是濫暴 毫無懸念 而且還有少許隨機拉人的意味 第一條片段是由香港電台拍攝得到 從片段中看到有一名市民起先對警察說了一句 接著警察就開始燥狂起來 蒙著臉的警察 一直追著市民來罵 當時有部份的街坊和市民想適時靈人 就在那裡嘗試去勸交 可惜那些警察怎會聽得入耳 警察一路走的時候越罵就越亢奮 比如罵市民先走開 誰叫你住在那裡 你住在那裡很大 那些市民當然是調停不過 好了 當那名市民準備走到商場門口之際 那名警察馬上發狂起來 就立即捉拿了市民在人群當中 接著其他蒙面警察的同袍又配合起來 把那個男子制服了 推到商場的場邊 這一名市民 我可以觀察到 就是沒有戴口罩 也沒有任何裝備在身上 可能真的是一名在當區居住的街坊 到底他干犯了什麼事呢 你是不是警察要交代清楚 當然沒有說 好 另一條片段 就是由社媒拍攝得到 這個片段 就在上水廣場門口拍攝 這個片段就清楚顯示得到 有一名警察主動衝出商場外面 將一名男子制服 而該名男子 基本上沒有作出任何言語的挑釁 在制服期間 第一棍就搏頭了 接著其他同袍又衝出商場 就向這一名男子噴眼 拿這個胡椒噴毛 顯然就是濫捕 因為都不知道他干犯了什麼的罪行 對不對 好了 這兩件事當然被人拿出來引述 就是一個濫捕的例子 大家在網上也很重 於是我看到連登 有些人開始展開討論 到底有什麼辦法對抗警察濫捕的情況呢 其中一個方向就是申請人身保護令 根據他們引述的一篇報道所說 這篇報道在10月22日的時候刊登 在這一日之前 在尖沙咀遊行 爆發了多次警民衝突 警察拘捕了68人 而其中一名男子 聲稱沒有做到任何違法的行為 警察拘捕他的時候 又沒有指明他到底干犯了什麼罪行 於是他就質疑被不合法拒禁 故此他就入稟了高等法院 申請人身保護令 代表該名身份保密男子的資深大律師就是潘熙 去到高等法院的時候 在庭上就指出 警察拘捕這名事主的時候 並沒有指明他到底涉嫌干犯了什麼罪行 到他被帶回警署以後 才說他是涉嫌非法集結 而律師就要求警察提供指控的詳情 並且要求提供拘捕他警員的身份 但遭到警方拒絕 對於涉嫌警員 是屬於機動部隊 亦或是商業罪案調查科 都有不同的說法 質疑警察是非法扣押的 所以就幫事主申請人身保護令 要求警方馬上將他釋放 案件原定在那天四點鐘開庭 但到六點鐘的時候 律政司的代表才去到庭上 表示警方將會釋放事主 事主的代表律師潘熙 同意將申請無限期押後 這個事例被連登仔引用出來 大家開始探討 到底申請人身保護令 是否其中一個方向對抗南部 我們又看看其他人怎麼說 有一篇報道提及到 港大法律學院首席港師張達明表示 人身保護令是香港法制當中 重要的法治元素之一 容許任何人被警方不合法拘留的時候 提出申請 由法庭裁定是否合法機留 到底這個人身保護令 是否可行的辦法 來對抗警方的濫捕呢 我覺得是值得大家去研究和討論的 而我也希望泛民的義務律師 當然是要大律師 因為要上高等法院 希望可以有些人出來 幫我們的市民 解答這些疑團和掃蠻 老實說 一般的市民 對於法律的基礎知識 都不是那麼豐富 也不是那麼了解 到底什麼是人身保護令 到底是否可行呢 至少在技術上 當然實際上 可能是未必有那麼多資源做到 我們都明白 比如說沒有那麼多義務的資深大律師 或者是大律師 或者是根本上沒有那麼多錢來做 這些就可以大家提出來了 到底是實際上不可行 還是技術上不可行 還是從來沒有人去發掘 從這方面來對抗警察的濫捕呢 因為那些市民被濫捕以後 當然他有幾個辦法 被拘捕了回去 如果是有資是足夠證據的 就不讓他保釋 簡直是下賬告他 不然他就可以坐爆48小時 或者警察就會容許他保釋 但問題是保釋有什麼問題呢? 根據法證會司的召集人 大律師吳中聯就說 一般而言 警察拘捕疑犯之後 如果未有即時落案起訴 就會要求疑犯以現金來保釋外出 現在很多保釋金都去到五六千元 並且需要定時回到警署報道 若然警方決定落案提告的話 被告就有可能獲得法庭批准保釋 而法庭的擔保條件 一般會比警方的擔保條件更嚴苛 例如要求該名的疑犯 不能夠踏足某個區域 或者出入境自由可能受到限制 甚至需要遵守宵禁令等等 這位吳大律師認為 現時幾乎每天都有不同的遊行集會 往往有很多人被拘捕 即是濫捕 假如有市民過往曾經被捕 並且在警方或法庭保釋期間再次被捕 法庭是很大機會不再批准保釋 市民或是因而失去了自由 警察拘捕市民的這種做法 或是令到市民往後參與其他行動之前 都會想一想 無形之中就產生了阻嚇作用 而鄧炳強大署長 他現在所做的這些 揮捕 包抄的行為 其實就是要產生這種 無形的阻嚇作用 所以這就是壞處 如果有些方法 比如說在這個法律制度裡頭 可以對抗他 就盡量去做 當然我不是說相信這個法治制度依然行之有效 或者相信這個法治未死 我不是這樣想 但是如果有少許空間可以對付這些警察濫捕的話 就盡量去做 既然說到齊上齊落 希望法律界的人士真的可以在這方面幫幫手解答這些疑團 我覺得是有必要的 因為目前市民應對警察濫捕 基本上是束手無策的 我們又看看另一宗消息 就是來自區議會的會議 根據報導所說 民建聯的官堂區議員顏文宇 對於設立平台容許不同意見的人士 表達意見 就持開放態度 但他就關注如何管理 包括是否容許粗言畏語和人身攻擊的內容 每份意見可以張貼的時間是多久 他就相信如果定名規矩就可以避免衝突 建制派區議員肯提出這些意見 當然就是選舉結果導致 所以就要假裝開明 倘若在區議會選舉當中 依然由建制派大勝 而他們繼續壟斷區議會的話 他們肯定就會反對連儂牆的設立 問題就是 現在17個區議會 都是由非建制派主導的時候 他們無法反對也無效 那就索性假裝開明 本來建制派也是很反對連儂牆的設立 經常又要清洗 甚至乎組織一些所謂義工去清潔 現在竟然破天荒 說持開放的態度 我覺得也是好事 實際上貼連儂牆也好 什麼牆也好 都是一個名字 所謂外國人士 左派人士 是一樣可以貼的 你肯貼就可以了 大家就在這個牆上表達不同的意見 百花齊放 百家贈名 你說多好呢? 只是怕你不肯去貼的 我就相信 就算有些藍絲走到連儂牆 張貼他們的文宣也好 黃絲一樣是不會撕的 不過他們就會在這個連儂牆上面 跟那些藍絲的文宣來比拼一下 辯論一下 這個才是健康的氛圍 而不是我看你不順眼 我就撕爛你的東西 這些完全是非理性行為 但到底那些藍絲肯不肯去張貼 屬於自己的文宣呢? 我就抱持著一個非常懷疑的態度 因為要他們主動出錢出力去做 通常都是歸縮的 不要說多少錢的問題 老實說買一支張湖 買幾張白色的A4紙 再由自己來打印 走到街上張貼 花多少錢 但他們就是不願意花這種時間 心機和精神來做 如果他們肯做的話 很早就貼到到處都是 大家去比拼一下聲勢 當然他們是不會這樣做的 所以這個連儂牆 我覺得是絕對需要保留 而且又開放給所有人 來發表他們的意見 不要緊的 因為他們是不會貼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